隐形眼镜online 扎一下眼睛就能够上网 华盛顿大学教授帕尔维兹 目前正在研究一款隐形眼镜 用LED排列组合 在眼前形成各种图像 这种眼镜还能够进行人脸辨识 显示对方的生平 最好还能够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所有的人事物未来都可以一目了然 除了上网 也可以运用在医疗 藉由类液侦测到人体内的指数变化 例如糖尿病患者 都可以被追踪健康的情形 受损的器官不用再等待捐赠 直接可以购买 这是维克森林大学阿塔拉博士的研究 将来人体的器官可以由自己的细胞培育 科学家在2006年 已经培育出了小型的人造肝脏 因此可预见未来 人们只要取出受损的器官 就可以植入备用器官了 未来中风瘫痪的患者 可以用意念编辑电子邮件以及上网看影片 这是伯克莱加州大学凯伊教授的研究计划 他正努力研究 透过检测患者大脑的活动 就能够将影像还原 日本已经研发出 让带着头盔的研究人员 可以通过意念控制机器人的活动 所以未来只需要用念力就能够充分沟通 绝种动物大复活 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兰扎博士 已经能够从死亡25年的动物尸体上 提取可用的DNA 经过9个月 复制牛就诞生了 让死亡或绝种的动物复活 或许不是技术性的问题 困难点在于 人类有没有权利这么做 感谢观看